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陛下既已心存疑虑 为何还要 亲封左近天为岳州大都户呢 左近天不足为虑 只是两家联姻有些棘手 依你之见 朕该如何是好啊 狼背为奸 背无狼不行 狼若没了力找 背自然就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朕突然有一个绝妙的想法 我看这哪位大人又要倒霉了吧 不错 你果然已经能成为朕的知己了 可别 您的知己一般下场都不是很好 没什么事的话 白鹿就先告退了 等等 今天起就做今天见的见证吧 赏你的 谢陛下 谢陛下 没规矩 你快你看 你快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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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 我也干 你啊 我 妈 她 她 妈 多个人 妈 为你滚烫 流浪半身孤芳 轻刻斗申放 就让我余生指引你跌宕 雪伯父这么着急地来找我 所为何事 我虽然庸碌 但到底也是羽人 我这几年来费尽心力 为联合羽人奔走 可以说招来了很多的非议 我只能忍辱负重 旧途能够复兴于族 我就想跟公子结盟 不再赐负于大朝军上的座前 夺回宁州 事成之日 自当奉公子登年墓 即位羽皇 当今之计 最重要的事情是夺回宁州 至于羽皇谁当 这也有什么关系呢 公子心怀 老夫佩服 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羽家跟雪佳呢 早有回约 我看不如趁此机会 雪佳的郡主 早已许配给我的兄长 本来是一桩良缘 却没有想到 时势俱变 我的兄长已逝 而我也改名更新 那公子的意思是 雪伯父不妨送一个人入宫 后宫之事也好打探 公子的意思是 送小女进宫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 在瞒着朕 陛下 臣不知 原来陛下在意的是这些事 但是陛下也知道 臣不是天妃娘娘 不会对您俯首替耳 这些事 恕臣无可奉告 你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是想让朕 把你打入天牢吗 谨遵圣意 凌云 将她打入大牢 没有朕的允许 谁也不许放她出来 是 白大人 白大人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